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物语拼音的这个声调 那么在讲宁波话这个声调之前呢 我首先想引入一个东西叫五度标记法 这个就是赵元日先生发明的一个标记方法 就是简单的说 人的这个声音的声调一般可以分为五个调 就是简单的分的话 这五个调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有点类似像音乐里 那个这个音阶 但是有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是人发出声音跟那个音乐还是有不一样 但是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一呢是最低的五是最高的 那么其中有二三四 也可以用我这个表格最右边的这个符号来表达 就是一根竖着的棍子 然后左边标那个刻度 如果标在最高就是五 就相当于最高 最低就是在最底下 那么如果怎么理解呢 那我下面就是要用这个这个汉语拼就普通话的这个发音来解释一下 那比如说 马这个 妈这个字 这个第一声 它就是五五 就是一个最高音的那个平调 就是妈是平的 那么第二声呢 马 马呢是中间的就是中间的那个调 再往上扬 扬到最高的那个调 就是三到五 所以就是马 所以你感觉到是往上扬的 那么第三声呢 马 它是一个二一四调 就是由这个第二就是中间的那个调往下走 那个二的调 它走到最低的这个调 再走到那个比那个三要高一格 就四这个调 就是马 那么第四声呢 骂 就是从最高的调 直接降到最低的调 就是五到一 所以就是骂 就往下降的一个调 那么说这些呢 大家可能可以理解 这五度标记法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呃 它就是一个调的变化 那么 现在开始讲宁波画单字调 宁波画呢 它有七个调 那么你可以注意到这里拼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这个四是没有的 这个四调 它就是没有的 就是丧失调 从理论上说 就是应该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 那么宁波画至少它是没有 然后 那个 首先来讲一下 第一个 音频 那个音频的这个声调呢 是五三 就是 像那 啊 这个 我也很难 就是 如果不放声谋或者韵谋 很难读念出来 那么这个数字五三 那就五度标记法调值 就由于 可以理解为 这个 简单的类比为 这个简谱中的音符 那么五呢 相当于一个最高的音调 那么三呢 相当于一个不高不低的音调 那五三 从高的音降到中的音 就是 有点类似于 这个普通话低四声 五一 就是 骂 这个 降调 低四声 但是没有加强这么厉害 呃 比如说 天呐 呃 T 高 高 三 C 香 香 香 听 呃 这个 心 心 咚 咚 这个可以 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理解为 就跟 普通话低四声 有那么点 就是 呃 它的降调方向是一样的 但是 呃 就是 稍微比 低四声的降调要平一点 那么 接下来 第二个音 就是五语拼音里面 二代表 它是阳平 阳平的宁波话调指是二四 就也是个上扬的调指 跟普通话有点类似 普通话的第二声是三五 但是呢 宁波话因为它二四呢 更加低沉一点 因为低一点 比如说 这个毛呢 就是 毛 这个 北 第三个词来是 雷 头 它就是 腿 牛 它就是 牛 油呢 它就是 鱼 铜呢 它就是 铜 铃 就是 铃 可能 差不多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细微区别 但是 呃 如果你是 就是 对 是外地的 或者说 对 宁波话 不是那么的了解 其实也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 呃 因为很多 这个新派啊 或者是 一些年轻人 它口音其实也 不这么准 像我的话 有时候音调 其实也是不太准的 其实没有关系 这个 那么 接下来 是宁波话 这个拼音里 这个三 它代表是音赏 这个 它这个调指呢 是三五 这跟普通话声调 呃 第二声三五是一样 是个上声的调 比先前那个 杨平的音调呢 更高一些 比如说 它指头就是 子 鼓 斜 喉 口 举 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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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基本上是跟普通话调声一样 那么接下去呢 四是跳过了 接下去就是五了 五它代表是音去 它这个调指是四四 也是个平调 但跟普通话低声的五五平调不一样 它是 因为四四嘛 比那个五五要 音调要稍微低沉 低一点 呃 那么 一部分呢 新派的音序并入音频了 呃 比如说这里 我来 读一下例字吧 就是 四 四 四 鼻 趴 家 动 走 后 装 动 动 对 呃 有可能有点不太准 大概是这样 然后 接下去就是 六 它六代表是阳去 呃 有一个曲折的 呃 二一三 先下降 后上升 呃 跟普通话第三声 二一四 有点类似 呃 但它这里说 心脉口音中 阳去已经并入了阳瓶 呃 念一下 李 它是 李 牙 老 我 我 马 梁 琴 嗯 呃 好的 那么接下去就是七 它七代表是一个 是一个入声 它是阴入 它宁木化 入声调识 它就是五 呃 它是一个非常短促的高调 那么入声呢 只用于声韵 那么音调也只用于轻声母 所以只需要看声母和韵尾 就能判断 一个字是不是阴入调 就举个例子 巴 加 滚 放 色 变 圈 撤 那就是 一个特点 它首先一个是最高调的平调 其次呢 它就是读的比较短促 就非常急的这种感觉 它就是阴入 入声 那么 巴呢 它代表是另外一个入声 它是阳入 它调值是一二 是一个略微的一个上声的调 那么严格意义上说呢 它这个 如果要用五度标记法数字写呢 它这个十二 呃呗不是少 一二 它下面要加那个滑线 来表示这个声调很短促 那么宁国化的阳入声调 是一个非常短促的低调 略微上声 呃入声调只用于 声韵 入声韵 这个羊调也只用于着生母 所以只需要看 生母和韵尾 就能判断一个字 是不是羊入调 比如说 我来读一下例子 那么好的 呃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或者 我也 那个我的签名里 也有写我Q 可以过来加我 或者问我问题 那么 这今天课就到这 那如果有什么 这个 对吴语有特别的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吴语协堂 那么下次课再见了 Z位